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們快速開箱一個錄音介面 它叫做Audient ID.4 盒子裡面有保證卡跟說明書 最後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條USB Type-C到Type-C的線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 好好的玩一下我們的Audient ID.4 然後再來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OK,那我已經使用這個Audient ID.4一陣子之後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優缺點 然後還有我的使用心得 那目前你聽到的聲音就是用我的麥克風接XLR 直接接到ID.4 然後用我們的Ableton Live 直接錄到電腦裡面 那第一個我發現就是這個ID.4它的音量調整 就是每一個音量大小都差距還蠻大的 就是調整音量沒有這麼細微 那如果你是監聽電腦裡面的聲音的時候 那你可以用Windows內建 然後是Mac內建的音量調整 來細微調整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要監聽你麥克風聽到的聲音 那你可能每一階 跳很多 就沒有辦法去調到最完美的音量大小 這ID.4有一個超棒的就是它只要有一條Type-C USB線 接上來你就有48伏特的換電供電 你可以來供你這種需要電的麥克風 超讚 但是它的XLR這個非常難插拔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不管是插進去或是拔出來 這個都非常非常吃力 這ID.4上面的XLR插頭是用Inferno這間公司的 它不是用NewTrick就是我們常見就是拍影片 然後是攝影用的就是這種NewTrick 就是插進去它有一個卡榫 它會彈起來 那你拔起來的時候 你要按下去才可以拔起來 但這個完全沒有啊 它就是一個硬插然後硬拔的概念 它沒有任何的安全解鎖機制 這Odean ID.4上面的麥克風增益 我覺得也非常厲害 它官網是寫說它可以增益70dB 就是你可以錄製非常小的聲音 然後你也可以 錄製非常非常大的聲音 這ID.4的DAC還蠻厲害 它的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那我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把麥克風增益 調到錄製環增益差不多是-45dB 然後我也拿我舊的錄音機來測試 兩個增益都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我的XLR麥克風拔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錄製一個 單純就是機器本身的底噪 而沒有任何麥克風的聲音 然後我們再把所有的檔案丟到軟體裡面 然後我們再用軟體來增益30dB 就是非常極端的一個實驗方法 但是是可行的 因為同時增加30dB 那我們發現 那麼ID.4加了30dB後 我們的底噪差不多在-45dB左右 我是覺得還算不錯 就是幾乎是不會有增益30dB 在軟體裡面增益30dB的這種情況 那像我舊的錄音機這個是TESCAM DR40 那我已經用了很久了 那它的DAC就差了一些 因為它增益了30dB之後 它的底噪差不多是在-38dB 就是完全沒有接麥克風還有38dB的 底噪在上面 所以ID.4的DAC還滿厲害的啦 那Odian ID.4它的錄音跟監聽都有支援24bit 9萬6千取樣率 取樣率 在ID.4上面已經有內建監聽混音的功能在上面 就是你可以監聽你的電腦 或者是選擇你只要監聽你的麥克風 或者是你要多少比例的電腦跟麥克風 你都可以自己自由的選擇 像是如果你電腦在播放一個音樂 然後你可能要用麥克風錄製另外一個樂器 或者是人聲之類的 你就可以在這裡調整你電腦的大小聲 跟你的麥克風監聽的比例 非常非常方便的一個小功能 那監聽的部分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播放同一個音訊 那你可能一下子要用耳機監聽 一下子要用喇叭監聽 那變成你可能喇叭聲音開比較大聲 那你切回耳機的時候 你就耳朵會爆炸 就是它的音量調整都是同一個 它沒有分開來 就是你調大聲兩個都會變大聲 那調小聲兩個都會變小聲 它沒有辦法分開來單獨調整 我覺得有點不太方便 就變成你 我自己喜歡就是喇叭聽一聽 然後再耳機聽一聽 再喇叭聽一聽 所以這樣子來回交錯的話 就變成我要一直去調整音量 然後就是一直去調 就比較麻煩了 那我覺得這Odien ID4它的聲音延遲幾乎不是問題 因為你到電腦 你可以用那個ASIO 然後它有一個buffer size 它最低可以到16個sample 真的是超瞎16耶 16個sample 那我查一下官網 它的延遲差不多是在0.004秒 真的是超低延遲 你根本不會發現它有延遲 你也不會有什麼延遲的問題 那這個ID4上面有一個神奇的ID功能 那它就可以讓你的音量變成花束滾輪 如果不是在音樂軟體的話 那如果在音樂軟體可能有一些支援呢 它會讓這個變得比較多功能 但是如果你沒有用音樂軟體 這一個東西就單純就是花束滾輪 你也沒有任何軟體可以去客製化 讓它變成什麼音量 不是音量啊 就是其他的功能 可能左邊右邊之類的 或是什麼調什麼東西的大小之類的 沒有辦法自訂 它就是花束滾輪 那整個ID4的做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紮實 就變成它整台完全都是金屬的 也連它的旋鈕啊這些都是金屬的 它除了這兩個按鍵是塑膠 完全全部都是金屬的 就變得非常紮實 就是也是重量的問題啦 就是變得比較重 但是紮實可以比較耐用 這ID4上面所有的插孔啊耳機孔 都非常好插吧 我真的覺得超讚 就除了這個XLR 超難拔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以外 其他的不然USB啊 後面的喇叭孔啊 前面的耳機孔跟這個樂器孔 全部都非常好插拔 真是讚啦 要買這個Odian ID4主要原因就是要來監聽 就是來電腦混音的部分啊 就是我監聽影片也要混一些聲音嘛 那我之前的就是連接方法就很瞎 就是我有一個神奇的一轉二的3.5mm 然後我又有一個3.5mm 再延長的3.5mm 所以就變成一邊是接耳機 然後一邊又接喇叭 然後又延長 然後各種奇怪的線 所以聲音其實就會差 跟我最終要呈現的會有一點差別 那像是我買這個Odian ID4之後 我真的就可以聽到更多的細節 尤其是低音的部分 就有一些像是Bass的東西 那種低頻的東西 聽得更清楚 細節更多 像是有大提琴之類的 比較磅礴 比較雄厚的東西 那個都聽得到非常非常清楚 那之前這個東西就可以把它扔掉了 這個東西真的是太讚了 監聽細節都非常非常多 OK 剩下我們今天的Odian ID4 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